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擴建工程將為2014年落成 同一年,上海迪士尼也會開幕 香港迪士尼樂園行政總裁金文浩認為 兩個樂園的客源不同,不存在競爭 斯洛秋說 另一個位於法國迪士尼的主題園區 明年年尾就可以在香港見到 還會加入餐廳和精品店 是亞洲第一個以這出電影動畫為主題的園區 另外兩個園區 一個模擬1888年 美國的山谷和陶金小鎮 另一個以莊園為場景 以熱帶雨淋和大宅做主題 兩個園區都會在2014年落成 並且是世界獨有的 園區還製造了不少玩具場景 讓遊客體驗電影入面的情節 原本用手拿不起的玩具屋 將來就會變得大一個人 而玩具屋牆上摸下去 粒粒粒粒的特點就會保留 都是希望令到遊客感覺到 好像在玩玩具一樣 現在香港迪士尼度假區 佔地126公頃 左上方的三個新園區落成之後 落園面積會增加23% 預計佔地390公頃的上海迪士尼 同樣在2014年落成 加上日本東京佔地201公頃的東京迪士尼 到時亞洲區將會有三個迪士尼主題樂園 上海迪士尼啟用之後 對香港迪士尼的生意有什麼影響呢 他又說近日人民幣匯價不斷上升 增加水泥和鋼筋等價建造成本 早前預計大約35億的造價 暫時仍然未超支 亞洲電視記者斯樂秋報道